字幕by索如果是我 你好 請問妳叫什麼名字 我叫小rique 是不是要找我爸爸 母子媽 你可以幫我找一下她嗎 可以 稍等 我去帮你找他 好 谢谢你 我要找的Leo全名Leo庞 中文名字庞林勇 是清客公司的创始人 清客智能科技位于硅谷 Santa Clara的智能孵化器 Robot X里面 他们的目标是研发 能够为人类服务的智能机器人 我们刚才看到的小秘机器人 就是他们的明星产品 现在你们的小秘机器人 跟市面上已经同类的 这些机器人相比 比如说像Sanbot 比如说像小鱼在家 你们最大的优势在哪里呢 其实最大的优势 就是在我们的人工 智能的视觉部分 智能视觉部分 它其实有两个 大家平时经常讲 比如说人脸识别 然后人体的物体的识别 机器人能够在 不管是室内还是室外 他能够知道他在什么位置 他能够自主的导航 英文的词叫SLAM 所以我们是基于 这个机器人视觉的 而且是在上面又加了 那个这种六轴的传感器 然后还加了一个 我们现在在申请专利的 另外一个东西 有了这个之后呢 他就可以 就是说在各种各样的 复杂的环境下 不管是室内室外 有光没有光 是白墙还是锁玻璃 他都能够 躲避这些障碍 然后都能够在里面 自主的导航 这其实是我们 最核心的技术 Leo提到的SLAM 英文全称是 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 中文意思呢 就是指同步定位地图结构 能让机器人 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 自动定位 除此之外 目前的深度学习技术 也让机器人 能够根据指令和资讯运算 提供更人性化的回答和服务 智能机器人 有时候会变得越来越智能 这一点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在里边 我们其实有一个问题 自然语音理解的 这么一个引擎 你问一个问题的话 我们会帮你找到答案 如果是已经有答案 他会告诉你 如果他没有的话 他后面有一个引擎 他会去搜这个答案 去网上去搜 或是有人工输入这些 然后他就会不断地去学习 就是他的这个知识库 会不断地在扩大 运用大量的数据 能够帮助人工智能 变得更加人性化 但拥有这么庞大数据的公司 毕竟只有少数几家 刚起步的初创公司 基本不再同意水平线上 跨国运作也是其中的关键 而中美之间各有优势 以硅谷为主的公司 更加注重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 而国内的企业 则可以更加快速地 将最新的科研成果工具化和商业化 你是怎么样能够做到 就是结合了美国的技术 跟中国可以规模化生产的这个优势 非常有幸 我找到的我们团队的这些合伙人 所以我们的产品每次出来 都是可以很快地从图纸 就变成一个实际的东西 然后变成一个可以量产的东西 然后能够在中国跟美国再卖了 你们的主要的阵地是中国市场呢 还是美国市场 还是欧美市场 这个其实也有验证 就是说像我们以前的产品 我们在美国的销量呢 大概是我们中国销量的十倍 那这种机器人 它其实主要是取代人工的 我们要取代的人工呢 是哪些人呢 如果去查一下这个linkin的话 它上面有2100万人 这就是我们这个大的market 那么我现在知道你们是处于天使轮 对不对 那你们现在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你们现在的这个阶段 跟你们的这个融资的这个目标吗 我们A文目标的话 是基本上是就说是5到10个million 就是我们现在的估值等于是4000万美金 4000万美金 对 你要投上来的话就得加在这上面 比如说我们如果是融了10个million的话 那就是它就基本上是占20% 就像你说的很多不单是投资人在观望 就是很多人其实对这个领域是持争议态度的 那么你对人工智能的这个前景是怎么看 我觉得是首先那个大家没必要担心了 我觉得最有可能出现的是说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社会几百年 一会儿一两百年的时候 我们这些富有的这些家族呢 他们都有什么管家呀 有这个用人啊什么之类的 对吧 我觉得他们过得还蛮错的 那个我们的人类的话 是实际上能够让大家过得更好 今天和机器人小秘与他的爸爸Leo 度过了非常有意义的一天 那给我感触最深的是什么呢 童话里的故事都是骗人的 开个玩笑 那么言归正传的能够接近人类思维的智能机器人 其实在短时间内还是无法实现的 但是幸运的是 正是因为无数像Leo这样子的有理想的创业者 我们实现梦想的步伐 也许会比想象中来得更快一些 好了我是凌薇Vivi 感谢您收看这期的Vivi闯硅谷 和你一起用创新的力量改变世界 我们下期见 哈喽 嗨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小命惊奇人 英文名字 你多大的 这个 每一条都在见 说不准 你是男是女 我是可爱的小女孩 你都有什么功能 我有很多东西能爱了 那就唱个歌吧 可以吗 都想开心都来了 我应该是不是 你甚至没有 我的爱 你走 躲向你 谁 人自不 你 我 我 我